聚會同仁 以及在座的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段時間我想 我們經歷了 這個很多的風風雨雨 從去年的這個登革熱 這個肆虐 然後 又碰到這個 韓亥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0206的大地震 大家呢 都忙翻了 也遭受到不幸 這個 我們的這個市民 朋友 我們真的是 替他們感到非常的難過 在這裡呢 我也希望說市府團隊的 所有 人員都能夠繼續的 為他們 來 協助 來為他們服務 那最近呢 我在這個新聞媒體上呢 也看到 好像 我們的農民 因為這個含害的關係 然後 水果 就像芒果啦 還有這些農作物 都受到很大的這個影響 所以感覺到 真的是 替他們感到真的是非常難過 更難過的就是說 已經遭受到這樣子的這個 損失 這麼慘重 但是呢 我在報紙上 在電視上也看到 就說 雪甲這個部分 有這個 蒜 種蒜頭的這些農民 好像竟然蒜頭也 遭到小偷去偷竊 我覺得 是太 太過分了啦 也希望呢 這個 警察局這邊 是不是也 給予這個 因應之道 來協助他們 已經好不容易 僅存的這些 這個 這個 這個農 農產品 再被脫的話 我看這些農民 什麼都沒有了 那在這邊呢 雖然我們遇到這個 這麼多的這個災害 但是呢 我們也很慶幸 在520的時候 我們也 市府這邊呢 也得到 等於說也報了很多的家音 我們的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的議會同仁 也有幾個 都 到這個 中央 去當這個 去當我們這個中央的 這個 團隊 所以 就表示說我們市政府這邊 的這個 人才是季季 而且呢 我們在這邊呢 也很多的 我們 台南市的這個市政府裡面 是很多的人才 好 可是 我好像也有聽到 有些這個 市民的這個反應 據說 我們的人才 這麼多 這麼多人入閣 那麼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市政府 團隊的這個 這個效率 我想 我想 市長 英明 應該不至於吧 我們的人才 既然這麼多 也很多的 市長在林選這方面的這個 人才應該也不會說因為 這幾個人的 入閣呢 就會 這個 這個 行政的這個 團隊就會有所鬆動 有所影響 那麼 在這邊呢 我一直覺得說 市長在政策上的堅持 就比如說 在這個 百人以下 小校的這個 免學雜費 那免午餐費 不管是 學校的這個 學生人數 是增減 但是市長 還是一直堅持的 維持這個 百人以下 學校的這個 免費 供應午餐跟 學雜費 但是市長 唯有我的堅持呢 我的堅持就是 為我們族人需求 來發聲的堅持 過去 這五年來 我們 經過11次的這個 質詢 那麼 大台南原住民的政策 最大的根本就是 也是最關心 最核心的關鍵問題 就是 設置這個獨立專責的原住民機關 我相信 市長也 也能夠了解 也很清楚 雖然我們 歷任了這個 世界的 市任的主委 這個 原住民專責機關還是一直延宕 所以 因為沒有專責的這個機關呢 所以就沒有足夠的能力 也沒有 沒有 穩定的預算 更沒有這個專業的政策 目前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事務專責 目前來說是只有 民委會 底下的 一個 這個 原住民事務科 一個科而已 所以在政策上 政策的格局上呢 很難讓我們原住民的族人 接受 這個六都當中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表上面呢 可以看到 六都當中呢 就只有我們 我們 台南市 是 只有一個科的 這個等級 像台北市 他們是有這個 民主事務委員會 那麼他們的編制 有44個人 那其他的現在新北市也好 桃園市也好 台中市也好 高雄市也好 編制都是 比我們這邊呢 就差很多 但是我們是 以 原住民 這個 事務科的編制 所以 我們的 我們的編制呢 只有 七個 七個人 如果加上這個主委 就 就八個 那 這主委是要兼任 客家科 又要兼任這個 希拉雅的這個 這個 中和科 這樣子的這個 編制的話 我想 在這個 編制上 就差 就一大截 那麼 跟這個 一般的 無視直轄室的這個 編制來說呢 也是差了很多 所以 我就覺得說 我們都不如其他的 非直轄室的縣市 那麼 我們根據這個 原住民的基本法來看 第八條的規定 直轄室 直轄室 有原住民 主地區的縣呢 其直轄室 縣政府 應設原住民專責單位 來辦理原住民事務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這個 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 鄉鎮 所以呢 我們不是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區 但是 但是 以這個 原機法的這個 這個規定呢 我們 還是 以直轄室的這個 來 來這個 以直轄室的標準 我們就是 應該 要以 原住民的 這個 一定要用 原住民的這個 專責單位 這個是 強制的 是依法 一定要做的 但是我們 我們 台南市呢 到目前 一直沒有辦法 去 去完成 不管是從這個法 從理 從勤來 檢視我們的政策呢 本席過去 就 就以這個 最低程度的 依法行政的標準 來 這個 按照原機法的規定來 質詢市長 秘書長 都用這個 你們都用這個 民委會 就是 以這個 專責的單位 來 回答 本席 那我怎麼說明 都沒有用 只好呢 不斷的向中央請示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中央 原民會的這個 解釋行裡面呢 他有提到 這個 原住民主基本法的第八條 第二項所稱的 原住民主 專責單位 是指 只 現市政府 現市政府的組織法 的規定 以原住民或 原住民事務事項為其 主要掌理的事項 這一級機關 或單位 才稱之 在那裡 好謝謝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這一級 單位 所以我們這個 原民會 民委會呢 民主事務委員會 雖然 在 表面上 我們看似 它是一級單位 但是事實上呢 他 實質上 他只是一個 民主事務科 原住民事務科 簡單的說就是 民委會 是我們 原住民 在台南是 原住民的 一級機關 的這個說法 對我們原住民來說 可能 只是 敷衍我們 因為 民委會下面呢 不是只有他 那個 這個 原民科而已 因為 那個 民委會下面 還有客家事務科 事務科 還有這個 希拉雅的 這個 這個科事 所以這樣子說的話 那麼 這個客家科 也可以說 民委會是 客家的 客家科 客家的 這個 委員會 我覺得這樣子 好像兩面都討好 這種說法好像就 比較說不過去了 所以在這邊呢 我想說 市長 是不是可以 再做考量 那在這邊呢 我們每次都是提醒我們市長 你在參選以前呢 一直說 一直告訴我們原住民的鄉親 去說 如果 市長當選之後呢 一定要給我們設立一個 專責的原住民的 這個 這個機關 但是 到目前呢 我們知道 我們 六都裡面呢 一直到後來的 桃園市的這個 新 加入的 新成立的這個 直轄市 也都有這個 民委會 研民會 所以 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好像 六都裡面就只有我們 台南市 沒有 所以 在這邊呢 不是說 這個 民 民委會 這邊 是 以這個民委會 這事務科 來講 就可以當作是一個專責的機關 但是呢 市長你可以知道 你要知道 一個以文化升格的直轄市 一個號稱 尊重多元文化的直轄市 關於原住民的事務內 竟然只有一個科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強調 原住民專責的這個機關 人員嚴重的 編 這個編制不足 顯現市長 讓我們感覺 市長好像 對我們原住民 這個 的這個政策 是 忽視 和這個很漠視 所以 從這個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感覺呢 因為對原住民的政策的這個擬定 施政的落實 滋愛難行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施政報告 還有預算書裡面呢 可以知道 每年都是以例行公事 看看這個 人民會 人民會 播多少款項 我們市政府的配合款項都不多 所以 我們 就覺得說 這個除了 人民會 所播的這個款項之外呢 我們市政府這邊的預算 好像 都 都沒有增加過 所以永遠都是遜你 其他的這個五都 所以 我又覺得說很可惜也很遺憾 這樣是有失這個我們 賴市長 第一名 最高民調的這個 這個 格局了 所以 我們也知道 這個巧妇難為 無名之吹 民會會 雖然有一個優秀的這個汪主委 還有一個很傑出的副主委 但是呢 最近也補足了一個 成莊委 但是 真正在做 這個原住民的業務的呢 又有幾個人 成效又如何 我們有去探討 原住民 不是像一般的這個區域 原住民都集中在 這個 一般的區域就是集中在一個 一個 區 區塊 但是原住民不是 原住民的這個 服務員非常的遼闊 我們整個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37區都有 37區裡面呢 16個族群 國定的16個族群 通通都有 不涵蓋我們希拉雅的族群 所以在這樣的服務之下 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足夠的人力 所以 你說這個服務的品質會好到哪裡 我想 市長心裡有數 那 不過呢 在過去 我們一直覺得說 一直 要求 要求市府 對這個 專職機關 要給我們補足 或者是給我們成立 但是 因為礙於 這個 經 這個經費 所以可能 市長有市長的考量啊 所以呢 就一直沒有辦法 到今年是第六年了 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 成立 但是 我覺得啦 這個 服務員雖然廣大 吃緊的人力 還有有限的資源 沒有辦法負荷我們的這個活動力 但 結果呢 這個績效是恰恰容易 甚至於 美礦 玉下 市府又主張沒有成效的話 可能就全部停擺 對於 我們這個善良的原住民族人來說 情何以堪啊 我可以 我想 可以這麼做嗎 大家都是 也是 納稅的 義務人啊 我想 不要 對我們原住民 這麼樣的苛刻好不好 我們也知道 賴市長過去 在 努力 持家之下 尊解了很多 市府不必要的 費用支出 那麼 就連學校的業務費都要打八折支付 所以在 104年的 稅入稅出的剩餘 大概有14億 有沒有這回事 還是有 那這個就是 這一段時間 16年來 我想這是首次收支收到 剩餘 確實也是很不得了的事 就表示 我們市長真的是要給他一個 很大很大的掌聲 那 但是 在這邊呢 我們 我們要說 賴市長呢 勤連 這個 勤連 勤政 的結果 而且呢 在資訊發達的時代 電腦化 可以代替 人力 人員 也可以移到這個需求 恐激的單位啊 只是 人力的轉移 並沒有增加市府的預算 所以 為什麼市長 不把這個 人力 撥到這個 像原住民 比較 人力比較不足的這個 這個區塊呢 如果是這樣的 賴市長 何樂而不為 是不是沒有增加預算 也沒有增加 沒有增加這個 任何的這個 資源啊 沒有增加這個 財源 那這邊我要提醒 不管是站在這個 直轄市也好 直轄市的 格級也好 站在 研基法的這個 規定也好 從原住民 原民會的這個 解釋喊也好 從賴市長 所謂的 尊重多元文化 尊重族群需求 還有 站在這個 人員編制 站在 勇系政策 專業預算的 計劃都好 本期已經從 勤 禮 甚至用最 低程度的 依法行政 都說明得很清楚 在這邊呢 我們台南市的這個 族人 一支 已經不是 期待希望 而是強烈的 要求 希望 這個 市長呢 能夠在你的任內 能夠 設立 獨立的 專責 原住民 以及機關 因為 我們在 現在 這一個 這個階段 現在這個政府 一直口口聲聲的 要求社會要 轉型正義 而且呢 市府團隊人士 也有了變動 格級事業也有 也應該可以趁這個 機會來改變 來打開 在完全執政的新政府 也希望市長給我們一個 新的局面 也新的氣象 我們依法來做 真正的原住民 政府 就 不斷 我們 可以 政府 提出 他們 要求 去 保護 講 我們要求 去 香港 現在 我們要求 說 你 即便您剛剛所提出來的 這個104年7月1號 援助民族委員會的公文所指 所指稱的就是一級機關 而且主要是以服務 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或是處理這個事務 目前台南市的民族事務委員會 也符合這個要求 那只是一個科而已啊 沒有沒有這個就是說 您剛剛所計算的那些人數 其他縣市政府的人數 其實包括那個也包括政風 包括人事單位都算進去了 所以我們台南市的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要的執掌之一 的確是服務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這個跟原住民族委員會 所指稱的是完全符合 那第二個就是說跟蔡議員說明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的人力預算 或政策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這個我們歡迎蔡議員指教 我們可以從這方面來加強 那至於說 台南市也不可能 永遠都是以目前的形式啦 那我們大家共同定一個目標 因為我們看到台北也好 高雄、新北、台中 其實他們原住民的朋友 人數是蠻多的 那我們可以定一個民族 那個原住民族 原住民的16族的原住民的人數的目標 好比說3萬人 我們就來成立 大家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謝謝市長 市長請坐 市長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市長有很多的承諾 對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市長是目前 當下最閃耀的一顆政治明星啦 我們可能市長隨時都會被 徵召到中央去 我們這邊的原住民就很擔心 如果換了一個市長說不定 就不承認前面市長的承諾 那我們怎麼辦 是不是 我們是比較擔心這個 我們很擔心的市長 蔡元我跟您報告 不會有這個問題 今天因為市政府是延續的 我要在這邊答應你的 如果你也同意 包括另外國務議員也同意 其實這就是一個政策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從來在議會裡面 或是我的競選的證券裡面 我並沒有說 我連任之後我要成立一個 民族原住民族委員會 我沒有這樣承諾你們 我是如果私底下有跟你聊天的話 我是有跟你講說 市長你在選舉之前的證券裡面有喔 你可以拿那個 我的證券出來看 不管怎麼樣 應該是沒有 那我是說我們今天可以這樣 因為你有提到說 規劃明確的短中長程的這個時期嘛 那我是說 那我們就定一個目標 大家共同努力 如果3萬個 如果台南市 我們有3萬個原住民族的朋友 我想這個3萬個應該都比高雄 台北 桃園 台中都還要少啦 我說至少 那因為我們現在才幾千人而已啊 我們幾千人是 若吉在這邊的呢 對一樣 市長 你請坐 謝謝 那麼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呢 我要我要 我要針對我們原住民會館的這個軟硬體的問題 過去呢 我對這個會館做了很多次的質詢 但是市政府呢 都是一直以財務等等理由呢 回覆 去說我們 真的是財務上有困難 這個 所以這個會館呢 我們說一句良心話 這個會館 我們的會館 現有的這個會館呢 在安平這邊呢 是 是廢 這個廢棄的 這個 建築 然後 當時 許市長呢 就是 暫時 借我們 這個 原住民 同友 在這邊 做一個活動的場域 那麼 在這邊呢 我們也在想 我們對這個會館 一直在爭取這個 這個會館的這個修缮也好 但是 上一次的會期呢 市長好像有提到 是說 將來 這個永康區公所 如果遷移的話 會把原來區公所的大樓呢 會移撥給我們原住民 給民委會來做 原民會館 是不是有這件事情嘛 沒有錯 所以不會說 新會館也要無期 是 那麼 市長您請坐 那 在這個 後來 又聽到 又聽說啦 好像說有變過 我希望這個是一個謠傳 應該不會有啦 那 那麼我們 因為現在這個會館呢 這個區公所還沒有遷移 那麼我們也不可能說 就要先搬去那個 永康區公所嘛 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現在現有的會館呢 現有的會館呢 好像 所有的這個修善 還有這個 整修 通通都停擺了 而在當初 我們上一次辦一個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 在這個 市長知道這個在哪裡嗎 在渣木的這個草 這個草皮 那這個是 這是好天氣的 所造的 如果一到下雨的話 這個前面都有積水 當時市長呢 也答應去說 要給我們修善這個排水 那時候 但是到現在 這個排水的整治都 都還沒有去 去 處理 但是 說沒有做的這個理由就是說 因為將來就會有新的會館 所以不用再花這個 修理的工程費 有沒有這回事 跟蔡遠說明齁 這個排水不良 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不管他有沒有新的會館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誤會 我請 應該是公務局嗎 還是 看哪一個單位 我們可以 我會請公務局或水利局 大家來研究 看怎麼樣來協助解決這個排水的問題 這個排水 如果是說 下一天排水排不出去 是不是請 汪主委跟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藝座特別對我們 沙哈木這個空間的這個 極力爭取 那也是依照 我們的議員的這個指示 我們也提報了 我們像 這個獨發局這邊 風貌的計畫 現在積極爭取 那等這個確定 確定的經費 有了 那另外除了這個以外 也是 藝座關心 我們這個 那個反治州族的 庫巴這個建築物 那我們今年也會 我們也爭取到 民主 那個原民會的這個要做整修 那這個也會在今年都 今年都會做到 所以都在進行中 以上先這樣回報 現在是有在做規劃 還是 在爭取經費 我現在就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的庫巴 簡直不能用 根本不能上去 那我們這個 原住民日馬上就 就要到了 那現在這個 這樣的情形 看起來 比那個廢墟 那這個 我們在山上的公寮 還要差 還要爛 所以像這樣的話 你想 這個 庫巴是我們 不管是你們 鄒族也好 是我們在台南市原住民 所有鄉親朋友的精神 精神堡壘 我們都是 活動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 我想這個 這個要事先來做 這個應該不是很多的錢 我想 回報寄座 這個部分過去 當初他在 建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形式 就 不是讓人直接上去 那後來 後來我們看了 因為他是也是 反制真實的 反制州主的庫巴 上面一定要茅草 茅草的特性就是 他每隔幾年 一定要替換 那也到今年我們也評估過 那我們也 也聽到 我們議員一直在建議說 如何讓他可以 因為我們廣場前面都會表演 讓人實地可以做上去 來能夠體驗那個 周族良庭的這樣的一個建築 所以今年 這個也不是規劃中 確實我們已經爭取到經費 那我們會在今年把它完成 整個 整個 整個重新 重新拆除 而且是可以讓人實地進去的 一個建築物 希望是說 在我們辦活動之前 就能夠把這些工程能夠完成 不要一直拖到 到這個 像我們有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人家看到 像我們這個 難道我們原住民就是 只適合去住這樣子的 去用這樣子的場域嗎 我覺得就好像不太 對市政府也 的團隊 還有對我們民演會 也不是很好的觀感 所以希望能夠 該整修的 該整理的 像這個解說牌 到現在都摸不清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不是好事 希望這個主委 你這邊要極力的去爭取 或許這個 負責的單位 也許 不太了解我們的這個 需求 所以主委你這邊 也要加把勁 去努力 好 主委你請坐 其實很多很多東西 不是說 說說就好 那 實際上是一定要去 去執行 不要 規劃是規劃 像我們很多的這個業務 我覺得 那時候說花很多錢 要去調查什麼 我們原住民的這個 生活狀況 或者是 其他的 我們的原住民在這裡的 在地的這個 需求 什麼 結果到最後 只看到那麼厚的一本 這個資料 但是裡面什麼結果 都看不出來 所以最近呢 又有碰到這種事情 好像 我們一天到晚 就在做這方面的調查 但是 有沒有結果 沒有人知道 甚至於調查的時間 不管是 我們 不一定 就是我們 民委會這邊 調查的 也許是 民政局這邊的 這個調查 還有這個 最近我接到的是 那個營建署 這邊調查 都是利用 晚上半夜 這樣打電話 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可以拒絕 不要讓他們去跟我們 做這方面的這個 方式 我說 不管是 哪一個局處 你們如果有需要 做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 調查的時候呢 希望 時間上還是要 要 那個 斟酌一下 不要讓人家感覺到 是 擾民的這個 這個行為 那現在詐騙集團 又這麼多 大家都對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家父調查 我們真的都是很害怕 那 像我們去訪市 人家也還不一定 會讓我們 進去訪市 去關心都還 有一點怕怕呢 他就一定要 從這個 這個監視器 小門這樣看看 是不是 他的熟人 他才會開門的呢 所以在這方面呢 我希望 這個 這方面 大家 還是 各局處 一定要 去做 斟酌 去訪市的時間 那 接下來就是 這個 族語 族語教育 和這個 族語教士 我們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最近 我們 又有 這個 這次的族語的認證 我們 全 全國 又 又得了 最好的成績 就等於說 我們 今年 是第十一連霸 這個 得到這十一連霸 並不是 呃 那麼 對我們來說 好像很容易 我們一向都是 都是 最好的成績 呃 我們台南市 真的是 呃很厲害 但是 大家要想到 後面 這些 族語老師的 付出 還有 主辦這個 這個 業務的這些 額呃 額的 其他 vehicle 發生 的 dobre 也 也頒 但是 我發現了 現在還有 族語老師反映 就是說 啊 lave 他们上这个主语课的时候呢 目前还有几个学校 没有教室给他们去上 结果主语老师安排在哪里呢 安排在仓库 或者是安排在这个体育器材室的一个角落 我听到非常难过 也非常痛心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个原住民的孩子 原住民的这个上主语课 就是那么见不得人 见不得光吗 希望那个局长这边呢 去调查一下 看看现在这个主语的这个学校 上课的那个情形 使用的这个地点 有没有这个困难 或者是有没有需要这个改善的地方 我希望局长这边去调查 谢谢议员 关于我们主语教育这边的这个支持 那这个部分我一定会全面来了解 因为之前是没有听到说有这样子的反应 那我们认为说不管是上什么样的课程 都应该要让学生呢 有跟老师有良好的这个教学跟学习的环境 好 局长请坐 谢谢 希望如果说再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话 希望市长你能够严办 我不允许是说我们的主语老师 在这么努力能够为市政府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结果呢还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觉得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 那还有这个文化活动 这个也是我非常关心的这个议题 我们推展这个文化活动 在台南我们办了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 那这个文化馆的这个活用 我很希望去说能够互相交流 我们现在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文化局长 你知道我们台南市目前 属于原住民的文化馆有几座 有几间你知道吗 原住民的文化馆 扎哈木是一个空间 是 然后希拉雅的部分 在新市 那边有一个空间 那表示说这个 我们文化局长可能 比较对这个原住民这个区块 不是很熟悉了 那我告诉你 我们永康的社交馆里面 也有一个文化中心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 一直没有办法在这边 会全面的推展 可能我们这个这方面的推销 可能不是很努力 也可能没有那么积极 希望说以后 这个 跟原报告目前相关的 原住民的相关的活动 在我们的台南的译文里面 都会把它列在里面 每个月 是 这个部分我们跟民主 原住民 跟民主事务委员会一直 保持非常好的 我也希望是这样 那我更希望就说 只要有原住民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 那个我们文文 这个跑马灯的那个 那个机制 也跟我们推销一下 像有的时候 文化中心办这个原住民的活动 像这一次一个天际的这个表演 结果我们是前一天才知道 有这个讯息 如果说前几天或者是一个礼拜前 大家都能够在跑马灯上面看到的话 我想去看的人会更多 花了那么多钱 我觉得如果是说 更多的人去看的话 我想应该是更好 希望这个 宣传的部分 宣传的这个部分 加强 也希望文化局 或者是这个观光旅游局 这方面都能够协助 横向 纵向的通通都 那个我们民委会这边 也多跟他们做联系 我想应该是会更 更好的效果 那个局长你请坐 谢谢 那在这边呢 我还想 想谈这个 希拉雅文化的认识 听说最近 我在这个电视上 有看到这个 希拉雅 像今年要 要办一个活动 在9月24号 要办一个走马赖农场的一个 半马路跑的活动 这是哪一个单位去支援的 是哪一个单位主办的 他的主办 主办单位是台南市政府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局处 没有人哦 那就怪了 那既然要办了 我只是说在这边呢 要呼吁就说 你们要办有相关原住民这方面的活动的时候呢 请务必一定要对这个文化要有一个了解 不然的话呢 你们办希拉雅 或者是阿伟族 或者是哪一个族群 结果跟他呢 这个里面的 所用的这些图腾啊 这个图示啊 或者是他的那个内涵啊 都跟这个族群都完全不搭嘎 我想会闹笑话 为什么呢 我最近呢 我想可能你们还记得 在520总统就职的那一天啊 就职典礼的活动上面呢 不但有人偶 这个服饰搭配 错误的 这个 这个白乌龙 而施宇呢 他还用西方带来的宗教 改变援助民主 草莽粗犷的性格 像这样的用词 我请问市长 你觉得这样对吗 市长有没有看过这一句 没有 这个报纸登得很大 引起我们原住民很大的反弹呢 刚刚那个 蔡元指教的那个活动 我刚刚看了一下 好像是远东科技大学 远东 可是他为什么挂主办单位 是台南市政府呢 挂是挂台南市政府 但是可能你看看下面的承办 是远东 远东科技大学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可能要请教育局 跟他们接触一下 是 因为我们有 我们不是很 很知道这个的 那个内涵的时候 或者是 这个族群的 这个 这个 传统的 其实 就不要 就要先去问人家 问专家 问熟悉的 你不要 像这个希拉牙 他们没有巫师 他们的记者不叫巫师 他们的头饰也没有用被饰 用被 用被壳的那个饰品 所以很多的 会 会产生 这个 这个 误导别 误导人家的那种嫌疑 所以希望在这方面呢 能够 稍微留意一下 那 主办 这些活动的 如果你是指导单位 也希望 看看他们的内容 免得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那 还有一个就是说 针对这个 这个 还有时间 针对这个我们 改 这个什么 传统回复 传统姓名的 这个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 今年的二月 今年的二月呢 我们开过一个 记者会 这个 这个活动 这个政策是 我们台南是 是算 这个 全国的领头羊 因此呢 我想 大家都对这个 我们市长 非常非常的 这个敬佩 我们竟然能够 做出这样子的 一个政策 那 现在就是说 我们发现到 很多的朋友 很想要去 去恢复我们的 这个 原住民的 这个 这个 名字 但是呢 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 处理的 这个什么 书写的那个 方式就 就很困扰啊 所以 比如说 重阴 该摆在哪里 结果呢 我们的 主办的人员 或承办的人员 可能对这个 没有办法 去处理 那 所以这个办行制 和这个全行制 搞得 他们都 都不傻傻了 啊 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 啊 回去啦 就不要改了啦 像这样的情形的话 我现在不晓得 这个问题 是出在哪里 是出在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民委会这边 跟他们的沟通 不良 或者是系统上 如果是系统上 有问题 可能就是全国上 全国的问题 那那如果是说 单单是这个 呃 这个 我们附赠方面 方面的这个系统 有问题 可能就是我们 民政这边的问题 所以 希望 我们这个 民委会跟那个 民政局 去 再去 研 研究一下 看看是问题 出在哪里 这样好不好 再鼓励我 其实我们的人 我们的 这个 乡亲朋友 很多都想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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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很多的 不方便 所以呢 我们还是再去加强一下 那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 一座 有关于 恢复这个传统姓名 中央 员民会有 第一个标准 修改了几次 但是就目前 三种模式 第一个是 沿用 汉字的 原住民拼音 第二个是 用罗马拼音 加 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 英文拼音 第三个就是 原本就是我 汉字名 原本的名字 再加罗马拼音 这个我知道 那我们看到 的确 在各县市 已经来学习 我们这样一个 辨民的措施 但是因为这个 恢复传统姓名 它不是强制性的 那当然我们今年 原住民是8月1号 也配合这个 来做 跟我们值办的活动结合 来推动 鼓励大家 恢复我们的名字 在台南申请很方便 任何一个护证宿所 都可以办到 所有的证件 都可以更动 谢谢 希望我们能够 更多的这个 乡亲朋友 都愿意来恢复 我们的这个 传统名字 那接下来 我要 我要谈的就是说 我们 那个圆明运动会 马上就要举办 明年嘛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代表队呢 的这个临选 我希望就是说 真正的让 过去当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特定 也不知道谁 谁会 谁 谁有这方面的专场 但是呢 这一段时间 我们渐渐的发现到 我们有这样的人才 有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 选手 所以我希望说 明年的代表队的成军 一定要经过筛选 然后呢 由精英 去参加 才能够得名次 不是说 随便你想 自由组队 我觉得是 绝对不要有这样子 把过去的那种办法 完全给他 给他扭转一下 让我们采取精英 的这个选手 去参加 那让这个 一方面呢 让我们在地的 年轻朋友 尤其是学生 在学学生 他们很需要 这方面的成绩 也很需要 这方面的机会 让他们 以后考试 考大学 都有加分的机会 是给他们机会 而且他们有很多 这样的专场 教练的部分 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很多教练呢 像那个土城国中 有射击的 射箭的教练 国手 那我们这边也 也有几个 篮球的这个 这个选手 还有棒球的选手 很多都是我们自己 相聚的孩子 所以我是尽量的 让他们参与 让他们有机会去参与 我们可以广 征学校 发工文到学校 推荐 这个我想对我们 得分的机会 非常的高 你看我们去 参加别人的 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们看到 就只有我们都是 年纪比较大 人家都是年轻学子 所以这方面我想 主委 你考虑一下 谢谢益座 这个部分 那前年的 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举行完 我们也开个检讨会 那益座也给我们 很多的建议 一样的 明年的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除了我们已经 也编明年的预算以外呢 我们依照上次的检讨 特别我们 我们在医院也特别关心说 其实着重在平常的训练 那我们也跟教育局的提出 在各社团提 所谓的运动导 这个计划 常年来 已经在做 像射箭各方面 所以我们认同 我们益座所提 我们也会提早 针对我们要带 去比赛的 及早筛选精英跟训练 这个我们会 还有一个 我要提醒你 就是说 这个他们的复籍 一定是在9月以前 一定要签到我们这边 虽然他们人 住在这边有的复籍 都在别的县市 所以鼓励他们 赶快把复籍签过来 虽然他才能够代表 我们台南市去参赛 那这边我还有一个 一个问题就说 在前就上个 上上个礼拜呢 我们去拜访这个 长龙大学的这个 李校长 因为长龙大学 目前是有设有 原住民专班 就是他特定一个班级 都是原住民的学生 都是免费 就学 然后住宿 在这方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那天 我也特别跟 跟那个李校长争取 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是 这个国定的 这个 这个原住民的身份 但是我们希拉雅 现在是只是 市定的这个身份 是不是我们希拉雅的 这个子弟 平补族的这个子弟 也可以比照 我们原住民的 这些孩子们 能够去入学 那 校长当时有承诺 答应我们去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也希望组委这边呢 多鼓励 我们也会把这个讯息 传给 这个 谢谢我们蔡医员 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赖市长 市府李秘书长 以及局处首长 主管的练习 那么也感谢 新闻媒体 各位小姐 女士先生的采访 以及我们同仁的出席 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 到此结束 谢谢